吉安乡光华村野狗众多 时不时就会成群结队的追赶用路人 成为了当地的安全隐忧 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村民的生活 不过近期就传出了 疑似有人因为不满因此毒狗的情况 在同一条街上就接连发生了有犬只 口图白沫含血身亡 狗狗摇摇摆摆原地绕圈圈 就像是在向人求救 狗主人的邻居发现异常立刻 带狗狗到医院抢救幸运捡回一条狗命 但另外一位狗主人可就没这么幸运 贪玩的狗狗溜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家 我们家的狗两只都被毒死了 好像十点多才找到一只 另外一只还没找到 那它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 已经没有呼吸了 口图白沫 但是沫沫上面都有血迹 狗会追人可能有人在毒狗 就是野狗很多 而且又成群了 五六只一起 那很恐怖 爱犬疑似中毒死亡 狗族人很伤心 邻居们也表示 这几年毒狗事件不曾间断 很可能是附近野狗成群 看到路过骑士还会上前追赶 才因此发生疑似毒狗事件 不过受益师却认为 中毒的狗狗很可能是溜出家门吃到有毒的东西 找到农地里面可能误使一些残留的瓶罐 或者是纸袋造成它的中毒 有些民众丢的食物里面可能有过期或是发霉 造成它的误使 那依照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 任何人不能骚扰虐待及伤害动物 如果有违反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的话 最终是可以处两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并科20万以上到200万以下的挂金 受益师提醒养狗民众不要任意 让自家的狗狗在外游荡 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细紧牵绳 避免爱犬误食或填咬路边有毒物 一旦犬肢出现中毒症状 一定要尽速就医 避免延误导致无法挽回 记者许立琴 欢联报导